恩斯利捷悲痛大喊 这名巴勒斯坦父亲在贾巴利亚难民营空袭中 失去了他全部三个孩子 以色列国防军在24小时之内 二度轰炸这个加萨地区最大的难民营 已经造成至少19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透过卫星照可以看出 现场甚至被炸出了一个巨型深坑 以色列国防军声称 这次空袭并非针对难民营 而且瞄准位在地底下的哈马斯指挥和控制中心 并成功击毙哈马斯反战车飞弹部队指挥官阿萨尔 不过哈马斯武装组织卡桑旅表示 乙军还炸死了其名人质 其中三人持有外国护照 坍塌的废墟下仍有约120人失踪 另外至少有将近800人受伤 空袭本意是要击杀哈马斯军官 却连带拖着大量平民陪葬 联合国人权官员表示 这不符合比例 以军行动可能构成战争罪 因为根据加萨卫生部门数据显示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将近8800人 其中包括3600多个儿童 以及近2300名妇女 还有2万2000多人受伤 现在加萨当地已经没有任何医疗药品可以使用 伤患和病患形同等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警告 加萨儿童死亡数可能继续攀升 为了把哈马斯赶尽杀绝 连续两天轰炸难民营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在双方都不携手的状况下 加萨死亡数恐怕只会继续无止境攀升 动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